众所周知,南千岛全岛又叫北方四岛,它总面积有五千多平方千米,其包括国后,甲桌,池武,则单四个较大岛屿。 北方四岛的领土纠纯问题可以追溯到尔战时期,当时日本偷袭珍住港,彻底惹怒了美国人,因此美国立即对日本宣战,这也加速日本投降的速度。 在亚尔战结束后,在1945年亚尔塔会议当中,富兰克林和丘吉尔答应苏联在日本投降后拥有先到群岛全部主权,并且宣定亚尔塔协定,现在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得到大幅度上升。 他们开始谋求渡去北方四岛,在多次和俄罗斯洽谈北方领土归属时,虽然日本担心俄罗斯的军事实力,但是安倍现在抱上美国的大腿要踢多等计划也多一分胜算。 然而俄罗斯软硬不吃,并是南千岛群岛维不成航母,还宣称该岛是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,用鲜血得到战利品,谁都休想把他们夺走。 面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,日本觉得用和平的方式,根本解决不了问题,于是到安倍政府时期,他决定采取武力夺取北方四岛,据悉安倍已延续六年增加军费支出, 今年军费近高达460亿美元,日本用机械前大肆购买先进战机,等陆界和宙斯断防御系统,为武力夺取岛创造更好的条件。 可以说现在日本除了没有核武器,其他军事装备央央齐全,并且安倍得到百名高层军官签下血书的支持,随时武力夺取北方四岛,对于日本的野心,普京早已预料到了, 他表示完全不惧日本的任何军事行动,并警告安倍应该放弃武力夺取岛想法,面对日俄相互料下狠话,联合国也按捺不住了紧急劝阻俄罗斯不要用核武器,否则日本将上演第二次核打击。